侯友宜说如果当选总统 一上任就要恢复特征组 一个弊案都不放过 而面对民调的高低起伏 侯友宜说他打死不退 而且有信心一定会赢 日内聘2024的侯友宜到台大演讲 痛批蔡政府上任8年 满是黑金枪毒 连满疫苗都扯出弊案 但他当上总统要恢复特征组 通通查办 我上任就做 比特征组还做得更彻底 一个都不放开 一个都要好好的侦办 我办过那么多案子 没有不破的案子 而且最关注侯友宜选情 他想选面喊话不要担心 总统这一仗他必定选到底 灌篮高手安息教练说一句话 比赛的过程当中 你放弃了那就结束了 我绝对不可能放弃 我一定坚持到最后一刻 怕死不退 面对民调高低起伏 侯友宜对支持者这么喊话 我还在冲刺民意当中 我们一定会赢 大家放心 郭文哲靠一张狂轰绿营的嘴 绅士看账 但民嘴踢爆 他执政遭到不行 柯文哲所有的证件 没有一项做到的 他是每天在吹牛 柯文哲要卸任前几天 带了一堆人冲绳岛 说要考察悠游卡 被人家爆料 我们悠游卡公司到冲绳岛 对日本的女子姓招 都快卸任了 让大家说可以到冲绳岛去消费 花了快一百万的旅游会 然后做成了生意不到一万块 这就是柯文哲 但党内却有人拼命提议 和柯文哲结盟 甚至找柯文哲站台 拧嘴重炮开轰 提名人如果觉得说 侯有鱼不过利益 他们应该赶快选择 就去参加台湾民众党 文哲是一个空心大老官 那你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饭桶 你们要去扒饭桶就赶快去 国民党很多 自己认为是自己险将 或者自己很会打险战的人 投机心态 如果再不改的话 政坛里面以后是见不得了 决战2024选民擦亮眼睛 倒看看谁只出张嘴 谁又才是真正会做事 记者向盧鲤里选 SJ小组台北报导